马可福音一章一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耶稣在希伯来文里面简写为约书亚 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 而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 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正是耶稣名字的意思 所以耶稣的名字就表明了他是救主 他要把信靠他的人从罪恶的捆绑里拯救出来 基督是头衔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受高者 在旧约 先知祭司和君王在受职的时候 都有高尤倒在头上使他们成圣 大多数犹太人都期待一位民族英雄的米赛亚 领导犹太军队征服全世界 所以犹太人不能接受耶稣是米赛亚 是因为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们认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但是耶稣是真正的受高者 也就是希腊文中基督的意思 福音是好消息的意思 保罗解释这个词的含义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 十字架上的受死 带给世人永恒的救恩 从死里复活 坐在上帝的右边 将来要带着荣耀再临 建立永远的国度 起头原来的意思是开始起始者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福音的源头 他就是福音的本身 因此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指着传讲耶稣基督 不忍督的意思是福音的起跳